大家好,我是Dee 今天要來介紹選戰攻防大司機的提案 首先先說明選戰過程中目前有遇到這幾個問題 例如同一層效應,資訊過多,彼此資訊落差 以及大家可能記不住這過程中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通常這一個解決方案 目前的解決方案是說有辦一個總統大選的辯論會 在這個場合,大家的論點然後彼此來做工法 透過這樣來讓彼此的想法或者是論述可以互相交通 但有一個問題是,上一層是只有辦一天的時間 只要辦一場,這個時間也只有幾十分鐘的論述 那這個其實對於要有完整的國政論述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通常是各說各話 因此我們這邊提出選戰攻防大司機 等於是總統辯論,然後是進階家常版 那為什麼要有呢? 基本上就是讓他們原本只是各說各話的 然後讓他們能夠在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互相交諷 也就是貼人犯 那這個是上一屆的那個臥草的那個就是網路媒體 然後他們所針對就是總統大選辯論會 然後他們有做就是語意查核 然後去分析他們的就是所講的 在這個過程中有講的話 然後有哪一些是假話 然後誰在閃躲問題 然後就是誰引用的資料有錯誤 然後透過這樣子來做分析 那會希望說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可以在整個選戰 就是從今年總統大選選戰開打開始 他們其實就一定有各式的論述 然後有各式的想法 那其實就可以做這樣子的分析了 那我這邊就是快速的跳過 這裡的話就是會希望說就是有三組就是候選的 然後由他們來去編輯這一個時間軸 那這邊的話就是可能他們有各自的主張 然後都會需要主動提出的四子查核 那四子查核有可能對有可能錯 那這個就是對的話就用綠色 然後錯的話就用紅色 那不確定就用黃色 然後有可能是那個就是兩個都是正確的 就各說各有理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是在看說就是怎麼樣子來去做視覺化呈現 那最終可以把這一些的結果把它匯整成這一個列表 然後再加上這個tag 就是不同的議題然後有不同的tag 那這樣子有興趣的人 所以特定的tag有興趣的人就可以來去搜尋 然後來去看說他們各自的言論 然後跟跟他的那個正確性 那這邊就需要那個前後多安 然後那個就是URUX的建議 以及熟悉社群宣傳的人 以及任何對選戰共謀有興趣的人 那這一個是我們的頻道的名稱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